2020年東京奧運會 空手道首次被列入正式的競賽項目 目前在女子55公斤量級 來自台灣的文字雲 在奧運資格排行榜上名列第三 正朝著奧運五環的夢想大步前進 平常扎著馬尾 外表甜美 愛笑 愛鬧 人家稱她空手道小清新 她也覺得這綽號和她的個性還滿matched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這個經驗 就是我手機 我的手機 我的手機呢 然後一直都找不到 然後結果就在自己口袋裡面 這樣很驕傲嗎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這樣子 又萌又甜美卡哇伊的外型 和殺氣騰騰的空手道 一般人可能很難聯想在一起 但只要文字雲走進場館 換上道服 你馬上能感受到那種氣勢 在平常生活當中累積的一些不開心或是怨恨 其實都帶到訓練場上來 所以我就會 就算人家打到我也要打回去 文字雲五歲開始學空手道 因為喜歡團體生活的氛圍 這一練就是20年 2013年參加杜拜亞錦賽時 面臨嚴重的傷勢 一度以為她的選手生涯將要就此畫下句點 不過其實是這麼嚴重的傷勢 也打不倒她 告訴自己說 我趕快趕快趕快回到場上 對 然後看了他們一天一天再進步 我的心情就是很著急很著急 我一定要做 然後早上做 然後中午做 然後晚上也做這樣 然後每天去訪問室治療這樣 所以我就很快的就回到場 僅僅休養短短的兩個月 文字雲就奇蹟似的重回道場 經過一連串的復健到成功復出 讓從2012年開始指導她的教練 黃浩雲也覺得不可思議 做這個復健就是很枯早 很乏味 然後很累 但是她還是會堅持把它做完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她能夠 很快的回到場上 然後很快的再次爬上高峰的原因 傷勇復出的文字雲 在2014年仁川亞運一舉奪金 自信帶她攀上了高峰 但就在隔年 埃及公開賽由於太過輕敵 差點首輪賽事就落敗出局 這麼大的教訓 也讓她因此得到警惕 每一次的比賽都是從一開始 你不能用你過去的成績 或是你過去的輝煌的事蹟 來看待這一場比賽 你要保持得初心 歷經了挫折才能有所成長 心態的轉變讓她兩度拿下亞運金牌 從平時的訓練態度 就可以看得出來 她和一般選手的不同之處 對待一些訓練 或是每一個細節的態度 對 她非常非常地注重細節 她會很專注地在 你跟她講的那些動作上面 文字雲練空手道這麼長的時間 有個人一直默默在身旁 她就是徐偉俊 兩個人從高中時期開始 相識 相練 姿姿的改變 徐偉俊更是一路看在眼裡 每一天進到道場都知道 我想要進步哪些東西 然後很清楚地知道 我的目標是在哪裡 包括之前的亞運會 或者是未來的奧運會 然而空手道 是以體重來區分級別 體重控制 往往是選手的一大關卡 很多女生愛吃甜食 這時身為男友 只好默默承擔起 變胖的職業災害 她應該只能吃三分之一份 但是她都會想要吃到二分之一 然後我就會 趕快幫她吃吧 吃完三分之二 踏入了一輩子離不開 相遇了一生都散不了 這是感性的文字雲 對於空手道的心得和感想 就像談戀愛一樣 經過熱戀磨合 才會淬煉為成功的養分 你必須自己創造機會去出擊 但是同時你又沒有辦法掌控對手 就像人生一樣 你沒有辦法知道下一秒 會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你可以想辦法去控制你自己 可以做的事情 儘管一方面還在為了奧運資格而努力 更背負著奪牌的期待 但想拿金牌絕不是光靠嘴巴說說 最終的目標只有一個 反正我們會盡一切努力 想辦法去拿到金牌 就抱持著一個玩的心態 對 但是是非常認真 跟非常盡力地去玩 就像姿姿一直做 我們就是保持初心 每天做好我們每天的100% 每天進到道場 要求自己進步一點 空手道已經是文字雲生命中 無法割捨的一部分 但光是有了它 人生也還不夠完整 文字雲希望藉由自己的小小力量 回饋空手道 讓更多人了解空手道 喜歡上空手道這個運動